击败七长老确实不能代表什么 所以唐三希望挑战的是五位长老 如果唐三能够击败你们 那么唐三应该就有说话的资格了吧 哪怕是唐孝 听了唐三这句话之后 也不仅惊呼出声 以一己之力挑战浩天宗五大长老 就算是浩天宗现在最强的 他也绝对没有这个把握 二长老缓步走了出来 另外三名长老跟在他身后 他们每前行一步都显得格外凝重 随着前行的步伐 一个接一个魂环从他们身上释放出来 尽管以五战一绝对不光彩 可从唐三应对七长老攻击的手段上来看 单打独斗的情况下 他们恐怕真的不是这个年轻人的对手了 五年过去了 他们虽然不知道唐三身上发生了什么 但能够清晰的感觉到 唐浩之子已经脱胎换骨了 面对五位长老同时上前带来的巨大压力 唐三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唐三眼中神光大放 终于释放出了自己的五魂蓝银黄 魂魂一个接一个的从他脚下浮现而出 他身上每多出一个魂魂气息都会变得凝厚几分 隐约中竟然能够与五位长老带来的压力 分庭抗礼了 五位长老同时停下脚步 眼看着唐三身上冒起一个接一个的魂魂 根本没办法掩饰自己心中的惊骇 因为他们看到的是黑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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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黑色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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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静静地盘旋在唐三身体周围 这一刻浩天宗宗门之前 封顶之上虽有数百人 却鸦雀无声 当初五位长老提出的三个条件 唐三此时以凭借自身魂魂的颜色和数量 证明完成了两个 整整四个十万年魂魂 闪耀着夺目的红色光芒 九个魂魂 代表着唐三与五位长老一样 拥有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 那全部十万年以上级别的魂魂 更是告诉他们 唐三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强大 尽管唐三还没有拿出 击杀五魂帝国封号斗罗的证据 但这个时候 不论是唐孝还是五位长老 已经没有人在怀疑 他是否完成了那第三件事 而且相信他绝对已经超额完成 你是怎么做到的 唐三的回答只有简单的四个字 历经抹烂 虽然只有四个字 却令山顶上的浩天宗众弟子 心中同时颤抖一下 他今年多大 不过才二十五岁 眼前唐三这一身万年以上的九环 代表的不仅是强大的实力 也代表着他辛苦的付出 唐孝眼中的焦急之色已经荡然无存 剩余的只有强烈的兴奋 从唐三身上 唐孝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带领浩天宗 纵横天下无敌的宗主 他的爷爷唐晨 从唐三身上 他还看到了浩天宗未来的希望 二长老的情绪突然变得平静许多 他沉声说道 不错 以你现在的实力 确实有在宗门发言的资格了 我收回先前的话